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人家又婷实际上是内心很强势的 但是表面上仍然是让男人觉得你可以调戏他 不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你拿捏的特别绝 很绝 其实他每一次我经常发现 第一个他心里很强 其实他很想调戏我们 当然压抑住压住 然后第二呢 我们不是我们 他这条是你的时候呢 他又婷就在冷眼看着 心里就想得了吧 你得了吧老招数 这样子 对 就这说明啊 这个女的即便想调戏也不行 他这个荷尔蒙水平啊 还是盯不过男人的那种狂暴 我发现很多时候 这女人说男人幼稚啊 女人就会说男人就是荷尔蒙的动物 是吗 包括有些女性啊 看到有些男人写的小说啊 他就会觉得 就是你写这么多的生殖器官啊 我看到的只是男性荷尔蒙 但是男作家觉得还没写够 这个为什么经常是这样啊 是吧 那在过节的时候 是不是女性荷尔蒙要变强一点 才有办法吸引男性 女人是好像还不大受荷尔蒙的影响 更多的是理性对吗 到最后 我觉得越老这个脑子控制的 比心理控制的多 对吧 就是脑脑子控制我的行为 多过于我的心里面 我记得有一个人有一种说法 说是这个男人呢 是用理智去思考 用感情去行动 女人正相反 用感情来思考 但是行动的时候 女人很现实 是吧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尤其现在这个年龄大了 很多事情要三思后行 那现在已经在食思吧 就想食到才做一件事情 你有这大了的压力吗 当然有啊 当然有 那我刚说文涛已经很保留了 他说男人 有人这样说什么 男人用理性来什么思考 感情用事 行动 对 其实这句话还有最后一句嘛 用肉体来决定一切 用身体的需要来决定一切 而且身体的时候 不仅是全身嘛 是说身体的某个 某个部分 白天上半身值班 晚上下半身值班 但是到春节怎么值班 有个问题 咱们让又婷啊 看看照片 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种现象 这个年年我们这都有 这哥们在这干什么呢 他不是找工作呢 你仔细看那个字啊 他是要租个女友啊 回家过年 同样这个要求也在女方发出 我们再看下一张 哎 要是他不用租 但我觉得这是虚假广告吧 求租男友 回家过年 你知道 我们要谈这个话题 我们有一个女编导叫毕丰啊 哎 我们的都是挺敬业的哈 都给主持人写一个话题的 这个这个自己的理解 哎 我觉得他说的挺有意思啊 他说啊 一般过年回家 有两件事要聊 一个是房子 一个是结婚 或者说逼婚 他说呢 房子走势不好 今年大家都观望 没啥好聊 所以话题基本集中一个 就是结婚 换句话说 没结婚的就逼婚 结了婚的就逼孩子 就逼着生孩子 他也碰到这个问题 他说根据我的观察 为什么父母长辈老是每年过年啊 老是给这个晚辈逼婚 弄得他们要租个配偶回家 还有逼生孩子 他说啊 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是没有别的话题 对 我就要这样讲 就说表示说这个家庭里面 平常不够亲密 因为你只看到一件事 就是他有没有办 这是很表面的事情 你不知道他心里面想些什么 你不知道他工作上 或者他平常现在烦恼的事情是什么 所以你就只会讲这件事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逼风 说逼婚 你看他也被逼风 逼了发疯 对 逼风 他说你看跟你讲的很有道理 我过去没想过这个事 其实啊 两代人之间 常年不生活在一起 生活没有任何交集 用我同学的话说 就是跟爹妈不太熟 对 跟父母不太熟 工作呀 时事什么的 聊什么都不好沟通啊 所以生活问题 是最容易聊深入的话题 那我觉得说 除了因为没有其他话题以外呢 还有一个理由 你别忘记 你觉得你被你爸妈逼风了 你爸妈也被他的亲戚朋友逼风了 是吗 他亲戚朋友往往会问他们 你家里有个小孩啊 你女儿今年结婚了吧 今年又会带男朋友回来了吧 他爸妈也要对外面来交代 他有旁边三姑六婆嘛 可能你妈妈从早到晚 在外面买菜打麻张 人家会问 然后他总要有一个交代 那另外呢 倒过来 我觉得我是爸妈嘛 你们小孩啊 对 我要替爸妈说点话是说 不是没有其他话题啊 爸妈想问你工作的时候 你就说 哎 别管了 反正就这样 难道你会跟你妈妈 可能你会比较亲密啊 很小小孩会跟爸妈很详细 谈自己office的话题嘛 也谈不明白啊 他哪懂啊 对啊 生活隔得太大 不会那是因为你太久不讲 我几乎两天就打给我妈一次 所以我经常我们家 就是我妈连今天我不打电话 为什么我妈都知道 所以你看 我妈今天早上一通电话来说 绝对婷昨天晚上晚晚了 是吧 我说 你怎么知道 他说我看到你 skype没有登录 他说 他说 我知道你平常如果呢 就下班就回家的话呢 你肯定在十一二点的时候 你就还在线上 因为我就是个晚睡的小孩 所以他大概可以在 他要睡觉前 他就会偷偷看说 哦 绝对婷在家里了 你看 他妈跟他有别的话题 有生活的话题 对 他妈就不离婚 对 所以我妈就不离婚耶 就是我反而比他急嘛 那台湾女人 我觉得比较特别 你让我想到李敖 我的偶像李敖 最近他要讨论一个话题嘛 他在一个电视节目 讨论陈水扁 出来哭着去 拜他记他岳母 李敖就说 他还记岳母 那李敖要判断是假的 他说一个人啊 不会对岳母这么好的 然后呢 那李敖举他记者为例 他就打出胡音梦的照片 对 他打出胡音梦的照片 他说你看 我离婚那么久了 我现在能够原谅我的前妻 可是我没办法原谅我前妻的妈妈 你知道吗 因为前妻的妈妈呢 总是很 追踪的很紧 抓的很紧 那台湾女性啊 没有冒犯啊 就是很紧的 包括我太太跟她女儿也是 我也是 他们一般说儿媳妇跟公公 我觉得我是历史上 没有一个女朋友的妈喜欢我的 为什么 他们可能觉得我是流氓 还是什么 所以这应该检讨是你不是妈妈吧 你看如果这么多的这个准岳母都没有喜欢 所以我就知道 这个准岳母一般来说眼光都非常的差 因为他们完全不能认出我内心的这个真金呢 看表面 可是妈妈越人无数啊 总是知道 怎么就越人无数 像人会开榜业 怎么为什么妈越人无数呢 毕竟妈妈吃过的什么 盐比我吃过的饭多是吧 所以呢 总是这个年龄上 她会知道这个男生到底对我真不真诚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说这个确实让我现在感觉到 女孩在 总一开始是跟父母住的 那么将来就是要嫁出去的 在这个之间呢 我发现有些女孩很惨 她不得不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 但是实际她心里都渴望掉 像你这样资格在香港工作 虽然你妈妈可以看看Skype 但是你毕竟没跟他们住一起 这就很幸运 但是有些女孩子没有办法 她只能跟父母亲住在一起 是不是这是个实际特烦的事 我要承认一件事 我自从搬来香港跟我妈感情就是加分 就是变好了 因为我以前就真的是跟妈妈 爸爸妈妈住嘛 而且我是从小到二十六七岁都是这样子 就是就一直住在家里 那那就烦了 你什么时候回家 你回家做些什么 是你白礼白天怎么规划时间 哇这妈妈她不是故意的 但你就是这么亲密的人 她看到你什么时候出门 你穿什么衣服出去 她都得多问个一两句 那就难免会有矛盾 所以我倒是觉得 人长大以后真的必须 君子这叫淡如水是有意义的 但不用到水了 但是必须要有距离 我觉得是没错 你包括你晚回家是吧 这妈妈在你屋里坐着等你 和在台湾问一下 这还差这意思呢 是吧 比如说小孩 连夫妻有研究调查 说分访睡的夫妻 感情比较好吗 绝对的 绝对的 沟通更好 小别上新婚吗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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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平等的交流 因为没有什么理由 在这个问题上 父母比成年了的孩子更聪明 而且问题 你逼半天 你以为女孩 我觉得她不逼自己 她比你父母 任何人都是自私的 她想她自己这事 想的比你还着急 能要有辙 她用你逼吗 所以你社会上 已经给她很多压力了 回到家里 父母亲再叨叨叨叨叨叨 你那个烦 而且你比如说 好能找一个男朋友 这父母横挑鼻子 竖条眼 他怎么样 他对你好不好 你在教女儿什么 你在教女儿自私 你在教女儿自恋 完全往一个太监的水平 去衡量他这男朋友 伺候我女儿 周到不周到 你这样的话 他爱情会失败的 我认为 你是以前被这样挑过 所以我说他没有一个妈 对我满意的 所以就几个都是 把以前的回忆都放弱 他看起来非常愤怒 对对对 超愤怒 我这方面的愤情 我在这方面的经验跟你相反的 你刚说你很多历史上 你的女朋友的妈妈都不喜欢你 我的悲剧是每次他妈妈都爱上我 对对对对 这很麻烦 你这更更牛啊 那我一发现他妈妈爱上我的时候 这是分手的时候 不知道该娶谁是吗 那我话说回来 我觉得说逼婚啊 也不一定只是因为没有其他话题了 因为做一副母亲 这是我的经验 他说你小孩养到一个地步 你还是想看着他传统观念 是是 成家嘛 成家我的责任 我觉得就真的了了 不仅是说他进大学 我了还没了 他有另外他的一半 因为很简单 特别现在独生子女 你会想来说你没有一个家 以后爸妈会老会死 你怎么办啊 你想一下 我有时候后一想到 我就心里很悲哀了 就想了 以后我死掉 我老婆死掉 地球上面就只有我女儿一个人了 孤零零一个人了 怎么办 那就很担心他那方面 所以我觉得天下父母心啊 不是因为没有其他话题啊 所以 好所以相反讲 如果以女儿的角色 我其实有时候会想的是 大家也就这么想想 就一年 你也就不过一个礼拜 跟你妈妈相处 这么亲密的相处 你不就讲 例如说你回去 也不用等他问 你也直接讲一讲 妈我跟你说 今年我带 就是像做这个报告一样 简报 我约会了十个男人 这当中呢 有什么毕业的 有的文涛有 然后有作家 有主角 但是我们能跟这个作家的时候 怎么样怎么样 你就把这十个报告出来 你妈听完应该会告诉你说 好辛苦哦 我们明天再加油 有个女的发微博说 妈新年快乐 对不起 嫁不出去 实际她这个也挺着急 对咯 而且这话还没说 更进一步呢 是吗 要是女儿选择不嫁呢 要是女儿选择长期独身呢 这是不是父母亲就更觉得 这没法活了 崩溃 崩溃了 那如果现在一个女孩子可以独身 那表她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那其实还应该蛮骄傲的事情 表说她觉得她的生活是满意的嘛 不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帮忙她 或者是 我觉得天下父母亲 99%都觉得 女儿最重要的不是工作 而是她嫁谁 是吗 你妈妈不是吗 没有 你妈妈可能跟你混成姐妹 对对对对 但是她真的就不担心嘛 她有没有说 你就这样吧 你就这样 你将来等老姑娘 她会这么怕吗 你知道我最近想 我最近我妈一直叫我买房子 然后我就说 买房子 对 然后我就说不要 我说那如果嫁一个人也有房子 那我那个房子要怎么样 然后我妈说 不要不要 周婷你就是要买一个房子 然后自己 就是你就 就是你先为你一个人的自己打算 你就先别想 她已经根本不寄望 我要嫁出去 我发现你是岳母的思维 你妈妈是女儿的思维啊 对然后我跟我妈说 我就很紧张 就是可能有急过 然后我妈还写了一首席慕容的悲喜剧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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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等这个人就是等了百年 然后她终于等这么一个会来的 但是呢 千万不要急于现在 因为她在路上 我看见你妈了 我觉得你妈可能会成为我的第一个 第一个首旅 第一个喜欢的岳母 要不要 第一个喜欢的岳母 对 枪前三叶行广告 之后见 保险就是阳光 是分担也是分享 是温暖也是希望 分担风雨 共享阳光 阳光保险集团 绝花唇生 新年向上 康平盛世 宏记众生 康宏耀夜 今天的拥有 懂得珍惜 明天的美好 值得向往 好日子 优越至上 挺生活 深圳好日子 好日子 时事快报 由深圳好日子 具名赞助播出 好日子 优越至上 挺生活 各位新年好 这里是时事快报 日本首相野田佳燕 今天发表了新内阁 成立以来的首次施政演说 野田佳燕表示说 会构建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承诺三月底前提交增加销售税法案 并且承诺权力推动社会保障改革 促请反对派议员合作 强调日本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 他同时也计划深化与中国美国的关系 日本外务大臣 玄叶光一郎 则呼吁 日中美三国应该尽快建立战略对华机制 日本央行行长白川芳林承认 经济复苏的时间可能会有所退后 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对于日本以至于全球的经济 都构成巨大的风险 不过央行在一息之后 依然决定维持官方利率不变 但是下调了2012年经济预测至2% 日本央行表示 随着日本向新兴国家的出口回升 经济在今年较后会 复苏的步伐比较稳定 欧元区财长就希腊债务危机的会议 星期一深夜结束 但是没有就重整希腊债务达成一致意见 欧元区主席荣克会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说 目前希腊的经济改革计划偏离了轨道 要求希腊加速结构性改革 否则的话将影响新一轮的援助发放 此外德国总理默克尔则再次喊话 强调欧元区使用单一的货币 令欧洲更加团结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什叶派地区萨德尔城 今天发生了两起汽车爆炸事故 灶弹早导致附近建筑物的窗户和围栏破损 地上也有大片的血迹 此次爆炸导致至少11人死亡 47人受伤 自美军撤出伊拉克之后 袭击事件频繁发生 今年以来已经导致超过170人死亡 意大利协和号邮轮搁浅的事故 救援人员和专家 今天一早乘坐船只靠近协和号 仔细检查了邮轮损毁的情况 也为抽走邮轮油箱中 大约2400吨的燃油做好准备 以避免万一漏油造成的海岸生态污染 事故迄今为止已经有15人证实死亡 另外还有大约20人失踪 一艘停泊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 布里斯班河码头的货轮 星期一在码头加油的时候发生了泄漏的事故 大约有5吨燃油漏入了布里斯班河 已经扩散到河道的上游 正在威胁着当地雀鸟的生态安全 当局在今天派出大约50名人员到场清理油屋 估计需要数天时间才有可能将溢出的燃油全部清走 以上就是今天的十四快报 晚上九点十四十分车 我们还会为您继续报道 针对欧盟通过对伊朗制裁 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事物代表阿什顿 向凤凰卫视记者表示 欧盟重视来自中国的支持 美国白宫表示应副总统拜登邀请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将会于2月14号访问华盛顿 并且将在防美期间 到访爱奥瓦州和加里福丁亚州 今天大年初二 马英九和往年一样前往苗栗 马家庄上香祭祖并且发送红包 吸引了上千名民众前往 香港今天晚上八点钟 要举办龙年新春烟花会演 今年会演的主题是龙珠献瑞万家欢 另外在火山频繁爆发的智力 无人机技术首次被运用于监测火山活动 以防止火山爆发可能带来的危害 详细的新闻内容 敬请留意今天晚上的时事直通车 我们再会 好日子 时事快报 由深圳好日子具名赞助播出 好日子 优越之上 品生活 对 这又停是已经到另一个境界了 她是属于母女恋的这个 没有了 母亲比男人还要重要 因为男生靠不住啊 然后你现在觉得全世界只有 以前还想说 你不能跟妈过啊 那倒没有 我们现在还是有各自独立的空间 但心理上是 是还蛮依赖的咯 对 同情恋爱的感觉 对 对啊 那是女性情谊 可是说到逼婚啊 我倒是有一个方法 我听朋友说 他说回家 也很怕父母亲逼婚嘛 那要怎么样呢 先下手为强 对 可是他不像你说 先打报告啊 不是 可是我刚说个题外话 我刚听他讲那个 我蛮心寒的 因为比方说 哎 讲好又守秘秘的 你回去跟你妈说 你妈跟他的三姑六婆说 我们的秘密就爆出来了 因为很多男女交往 对对对对 男生最怕女生回去跟妈妈讲他的事情 对啊 你妈妈会跟他 跟他妹妹讲 他妹妹回家跟老公讲 有自信 哪怕被人家检阅 而且好像中国人的家庭 有些时候我发现了 是一个大圈子 还不光是父母 还有这个亲戚 亲戚的孩子们 大人 他是一个社会圈子 我有朋友说 他交了一个女朋友以后呢 那个他们家就会有个家庭会议 然后呢 姑姑就会发言说 我觉得你今天这个女朋友在要 姑姑讲完 阿姨说 阿姨讲完 到座才是爸妈总结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女孩适不适合 太辛苦 所以啊 我告诉你啊 很多地下情 很多第三者 等等等等 那个秘密 这是这样透露出来的 因为他那个女生 不跟自己姐妹们讲 不跟朋友讲 回家跟家人讲 那家人就 把那个秘密 往外传 然后再传回去 很多地下情绪 这样被替爆了 所以你说这个中国人呢 我有时候觉得 咱们就弄不清楚 怎么回事 按说咱们要号称 是世界上 最重视亲情的 最重视家庭的 这么一个民族 可是为什么 在很多情况下 我们这个家庭 成了子女的障碍 成了子女自由人生 自由生活的 这个防外了 这个搞得很不合适 你比如说 好像外国人 他们没觉得 你比如两人谈恋爱 跟你背后的家 你爹你娘 好像咱没 咱至少看外国电影 没什么联系吧 但完全一个成年人 我爱你就在一起 我甚至有时候觉得 是不是中国人穷疯了 不是 我们度过这种穷疯了的日子 太久了 所以很多父母亲 实际上你看关心的 要照我说 是很可怜的 最低层次的 像关心一对难民一样 在关心 比如说 你的男朋友 他挣多少钱呢 他有没有房子 你看 这是最低的 就是生活水平方面的 不能让我女儿饿着 不能让我女儿没钱用 不能让我女儿 跟别的女儿相比 过上贫寒的日子 是 所以这还是一种 比较封建 就像那种 欧洲国家这样 就是家族跟家族之间 必须要一起结合 然后才能壮大 整一个协同的势力 对对对 就是说在我的 两个穷人家庭 互帮互助吗 对 就是说 所以我们才会 从门当户对 就是说 希望借由另外一个家庭 跟一个家庭结合 我们才可以扩展 这个协同的势力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人 跟我讲挑男生 就是已经不是 不只是什么家庭背景 还有人跟我讲说 要很聪明啊 然后呢 这场面终于注意了 对 会煮饭等等 我还没讲 什么又 要什么先下手为强呢 我听回来说 回家 你怕你父母亲逼婚呢 很简单 你倒过来 先问他们问题 比方说 我有一些年轻朋友 回家就 问爸妈的性生活 过去一年怎么样 真的 其实我觉得 他就扔住了 他就再不讲 对 你自己都没活好 说实在的 很多父母 为什么我现在觉得 要自省 要自省 因为人的生活 都要过得有意义 对吧 你把那么大的注意力 放在你的孩子身上 你自己的生活 是为了问题 相当空虚的 所以你会先问你妈 妈怎么样 爸最近表现怎么样 接着下来为各位播出 居然之家地球宣言 但是 我认识